最长寒假结束了 但疫情尚未趋缓 各县市政府陆续宣布 大型的学校活动 包括校庆 园游会 运动会 毕业旅行 取消或延期 而开学之后 许多学校展开防疫大作战 国中小 高中校门口 都设置着体温检测站 到教室之后 同学们还得用漂白水 清洁消毒课桌椅 就希望防疫滴水不漏 国中小 高中 有一致的上学放学时间 校方可以统一量体温 那大学又该怎么办呢 影响到的不只是开学时间 还有许多无法来台念书 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大专院校中港澳学生 总共有一万八千多人 7609人提早入境来台 顺利开学 剩下还有一万多人无法入境 而韩国学生 总计有1636人 957人已入境 208人未入境 另外还有400多人 我国还在确认入境的记录 清晨7点多 小朋友陆续出现在校门口 就怕敏感时机点 不小心被传染了 口罩成了进校门的基本配备 不过光是戴口罩还不够 36.2 想进入学校得通过层层关卡 这里是新北市板桥区的大观国小 全校学生一千两百多人 数量不算少 为了把握有限时间 不耽误上课 老师们兵分十多路 早上六点多提早到校准备 从大门口侧门到后门 全都设下体温测量展 如果有学生的疑似的状况 或是发烧的状况的时候 他不要避免他有再传染的危机 所以我们有设有隔离室 唯一目的就是要确保 每位进入校园的小朋友 没有发烧 没有感冒 而且上课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拿你左边那个 我说清洁用的抹布 帮我跟上次一样 老前面来那个消毒水 把抹布沾湿 跟着老师的指令 小朋友们动起来 课桌椅必须用消毒水擦拭过 上课前放学后 一天至少两次的消毒作业 开学真的很紧张 学校准备也很紧张 然后我相信家长把小朋友送来 学校也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学校老师这边的责任 其实就是跟孩子还有家长说 我们有在准备 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 学校如临大敌 毕竟在校园内上课或玩耍 难免会有肢体接触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就怕学校成了防疫缺口 因为学校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 尤其学生在上课在游戏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想到说要保持距离 或者是说会想着说 这个要避免那个要避免 所以基本上我们很会担心 存在着担心 但我们就要做自己 要做的该做的事情 消毒作业从教室延伸到户外 游乐区的器材 志工妈妈定时到校消毒服务 做了这么多 无非是希望防疫零缺口 因为只要一人确诊全班停课 两人确诊全校停课 学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专家说在学校长时间上课相处 难以避免近距离接触 很有可能形成防疫漏洞 学生团体也是一个社区 一个主群 这会产生的传播的严重性 会比一般的所谓在射器传播的 会更严重 防疫单位对这方面 会有特别紧张 也会特别压力 因为一爆发起来的话 他们这些要检验的浓历 要隔离的能量可能就会不够 场景来到补习班 同样也是一刻不松懈 36.6 OK 没问题 来 手伸出来 手心手背搓干了再进教室 相较于学校 补习班教室空间较小 距离较近 不少补教业者也很紧张 早在过年前 就已经买好酒精和备用口罩 但就怕有个万一 除了中央规范之外 新北市政府更是严格规定 除了两体温 教室一天两次消毒 若发现有学生没戴口罩 最严重的惩罚 可能会对补习班业者撤照 头市长是讲最严重的时候 才撤照 那我相信今天没有到那么严重 如果真的到那么严重 其实家长也会要求我们 业者一定要做到这些防疫的措施 出发点是好意 但对补习班来说 可能会有些意外状况 孩子可能也带了一整天 然后把他拿下来 结果刚好机查人员这么巧就来了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担心说 可是我觉得啦 其实经过这个一个多礼拜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主管单位 也是会考量到 就是说确实有这些意外的状况 所以应该会酌情处理才对 国小国中高中或者是补习班 上下课时间相差不远 能够统一规范管理 到了大学 没有一致的到校离校时间 学生们来来去去 管理规范难度似乎更高 我们基本上大概是以管设为主 来思考相关的问题 譬如说人潮汹涌的 这些个活动 私生聚集的地方 那我们就要强化相关的 进出的管制的一个措施 那一般的系组 大概就是有门禁 偌大的大学校园 楼管校舍专人量体温 喷酒精 人潮众多的活动中心 架设红外线体温感测器 体温正常过关 手上就会盖个章 表示一切OK 还好啊 因为大家都会戴口罩 就是 而且我同学说他们都有量体温 才能进去 我应该就会一直戴口罩吧 不敢拿下来 酒精那些呢 我有戴酒精 只是做得再多再缜密 难免还是有人会担心 比如说像是宿舍的管理 像我们 因为毕竟我们宿舍 每天来访的访客比较多 那可能人群聚集 可能一起交谈 或者是说共识 或什么的 难免会有一些些担心这样子 那其他像是 学院餐厅啊 像我们有那种自助餐 它是开放式的 可能怕就是说 有的功德性 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话 可能在夹菜的过程 比如说讲话 造成飞沫 担忧不是没原因 疫情延伤了好几个月 影响全台所有学校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全台大专院校 中港澳的学生 有18000多人 其中提早入境来台的 有7609人 剩下还有1万多人 暂时无法来台湾念书 韩国学生总计1636人 957人已经入境 208人未入境 另外还有400多人 我国还在确认 入境的记录资料 而在台大部分 影响也不小 台大全校有 31000多名的学生 中港澳学生 978人 459人 赶在禁令之前 入境顺利开学 还有519人 暂时无法来台 另外韩国学生 也有100人左右 22人已经抵台 进行居家检疫 面对好几百位 未能顺利上课的学生 台大方面 请老师以录影 线上直播的方式 继续提供教学服务 校方估计 可能会有3000门客 得用远距教学 我们从除夕业 就有第一位陆生 他就自己研判 这个武汉疫情会延烧 所以他就自己 都还没有吃完年夜饭 他就赶回台大宿舍了 所以我们台大从除夕 就开始做防疫的工作 零星个案 但也让学校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防疫势同作战 半点都不能松懈 史上最长的寒假结束之后 各级学校紧接着开学 展开最高的校园防范规格 但要如何做到滴水不漏 对学生 学校还有家长而言 挑战才正要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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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